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Frank 今天和大家分享什么呢 就像这样 你要是不管它呢 不管什么样的缝隙都可以长草 其实不大 它也会长出来这个草 这个缝隙还是很小的 像这边 大家看 这些缝隙都会长草 如果你做完之后呢 这个就不会再长草了 大家看就是这个 如何防止这个水泥地的缝隙长草啊 我呢准备接下来要油漆了 因为这边摇了很大的缝呢 就把它们用这个新的全部堵上来 今天呢我买的是这种 这个填缝剂 它需要火烧才可以 买了两个size 其实这一桶好像一百多 它是尺寸不一样 我们打开看一下 它送了一点黑色的 作为这个广告 让你试一下 这两个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一个是细的 一边是粗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就是这样 就把它融化 然后面放掉了 这些东西 大家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 它靠着这个加温的 帮它融化 然后填充这个缝隙 那这边我好像刚才烧的比较狠一点 融化的比较多 但整体效果不错 像这种细的地方又没办法用 就用的 稍微细一点 就用了这一种 来涂抹的 再细一点的 像这种 就等一下油漆就可以了 像这个抹也抹不进去 所以油漆之后 就可以解决 但是呢 像这种呢 最好是要有一层那种 底漆 就像我这边 抹了底漆 把一些细的地方呢 先盖住 然后再去油漆 没弄到 或者说孔太大 我们都可以再重新填充这个 干了之后 表层是没问题的 那 我们也可以一点一点的 填补这种 修复 再细成 这些细的地方 水 到了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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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